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时间 说起齐带血 不少人可能还有点陌生 而他已经被认为是 治疗多种严重疾病的宝贵财富 今天记者从广东省齐带血库了解到 截止到9月份 该库的齐带血已经成功实现300例运用 269人得到了救助 来自江西省惠昌县的小强 在8岁的时候 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 为了给小强治病 他的母亲跑遍了北京 上海杭州的大小医院 去年终于在广州找到了配型合适的齐席 进行了齐席移植手术 现在小强已经恢复了自身造血功能 看到我好怕 好怕死血他 那时候我们农村上家里很穷 就是说这时候我就吃真药西药 但是说换骨髓的话 那个血肺药这么大 我农村治不起 但是我不想放弃 我只要有一下 有一下能力就想帮救他的生命 齐带血是胎儿分娩之后 才留在齐带和胎盘中的血液 医学研究表明 齐带血中还有大量造血干细胞 这些细胞可以冷冻储存起来 为将来孩子可能出现的地中海贫血 脑瘫 白血病等疾病提供珍贵的配型 齐带血除了可以储存自用之外 还可以捐献出来救治更多的患者 广东省齐血库是卫生部批准建立的全国七家齐带血库之一 分为自体库和公共库 救了小强一命的齐血就来自于公共库 到今年9月份 广东省齐血库公共库的动存量达到11,167份 由于平均每捐献十份齐带血才有一份符合动存标准 所以这1万多份公共库齐带血 可以说凝聚了十几万齐带血捐献者的无私爱心 因为齐带血的配对率不是那么高 如果个个人都可以捐出来的话 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受益 这样就有更多美免的家庭没有遗憾 现在深圳能够采集齐带血的医院已经有12家 这给自愿自费储存或者捐献的父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到今年9月 深圳齐带血的动存量达到20,432份 实现运用的有46例 当然这个齐带血动存量比例还是非常小 据统计 广东省每年有近170万新生儿出生 仅有2%的人捐献或自存了齐带血 流失率高达98% 大量齐带血在分娩之后被当成垃圾一样丢弃 与此相对比的是 中国每年有数百万患者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 因为找不到造血干细胞配型 99%的患者只能无限期等待 每一份齐带血都是珍贵的 至于说你是要捐献还是你要自己保留 你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和你的齐带知识的了解 那你自己做决定 我们没有任何建议 公共库均心的是爱心 自体库你自己保留 那你是为自己自救有一个份保障 同时你今后你不用加入到这个 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 是不需要加入到这个配型的大群里面去 寻找这个几率很低的一个配型的情况 其实中国这样的话也是给别人留一个机会 对了 就是说你至少你不会去占用这种公共的资源吗 都市记者陈化峰报道